我們就持續來看到民主黨主席柯文哲 他現在深陷金華城風波 現在不斷的在延燒 那現在名嘴李正浩 他就在他的臉書上爆料了 他說金華城的容積案 是源自2020年3月10號的一場神秘會議 他提到這個神秘會議 但是柯文哲被問到的時候 他說這個根本不是什麼神秘會議嘛 就是跟議員之間的便當會 議員是誰呢 他就直接說了就是呢 但是李正浩他就繼續說了 柯文哲你不要全部都推給人家議員 全天下有哪個議員陳情 可以喬100億的利益呢 請問整件金華城的案子 民眾的烈煙黃珊珊 他又是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 那印小微他本人就說了 在這個30分鐘的便當會當中 其實又提多了很多案子 也有很多人參與 所以根本不是什麼神秘的會議 他說當初這個金華城案 北市府被監察院糾正之後 金華城就有找議員來陳情 所以包含其他市民服務的案件 都在便當會當中是有完整的轉成 還有竹條的念完 後續呢還是要由北市府 他們要依法行政嘛 事實上這些陳情案 其實也都有上網公開 所以根本已經不是什麼樣的秘密了 好那剛剛李正浩說到嘛 這個黃珊珊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 好黃珊珊說他是府會的總聯絡人 那議員的便當會他幾乎都有在場 除非他真的有事不然他都會出席 所以他也說外界真的不用再這樣子 故意的指桑罵懷 那他被問到了那便當會結束後 七天好市府就收到了 金華城的陳情信了嗎 好黃珊珊說這個不是他管理的嘛 他說府會聯絡是列管進度 不會列管說誰要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麼市長做完決策之後 就會交給各個局處去分層負責了 但是我們來看到游淑慧這邊啊 他就提到說了便當會前好市府官員 都會先來和議員詢問討論的議題 所以等於說這個柯文哲事先就已經知道 到底要討論這個金華城的議題 要討論些什麼嘛 所以也非常清楚呢 好訴訟背景 還有都發局是不願意處理的態度 但是還是決定要處理的 那如果只是賣議員面子 就能夠給出百億這樣的容積獎勵 好那台北市真的就是天下大亂了 好那淑慧他也繼續提到了嘛 柯文哲強調呢 台北市的前副市長黃珊珊 跟金華城案沒關係 但是好在國會改革案 立院打成一團的時候 好黃珊珊在幹嘛呢 媒體拍到黃珊珊 他在看金華城的案子 好所以游淑慧就說了 你緊張什麼呢 所以有很多事情 其實蛛絲馬跡 好現在都牽得起來了 好另外來看到民進黨立委簡書培 他提到說了 好柯文哲第一任 市府內部呢 認定金華城只能夠有392%的容積 第二任卻是由市長清簽 決行到大放送 來到了840%這樣的容積 好所以從街道陳情書 到親自簽合 好這個時間非常的短 是不到一年 所以他說真的 好像坐上了噴射機一樣 一下呢好事情就已經完畢了 那他也說在2019年的時候 好10月黃珊珊當時上任這個副市長之後嘛 2020年3月柯文哲就接下了金華城的陳情書 立即交辦都發局 好當了21年議員還有前副市長的黃珊珊 對金華城案的來龍去脈應該要很清楚啊 但是上任之後卻讓柯文哲對這個案件態度大轉變 好所以現在簡舒培認為檢調應該真的要好好的來調查清楚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所以在李正浩他爆料完之後呢 柯文哲他立刻駁斥說完全在鬼扯嘛 他說這個會議就是行之有年的議員便當會都是公開透明的 也都有留下會議記錄 也明確地指出當天的議員就是應曉威 並不是名嘴他口中的神秘女子 神秘女子位高尊重啊 當你跟金華城穿進去 這個人是黃珊珊嗎 這個就是鬼扯 什麼位高尊重啊 算了 我們不需要去跟那些名嘴 起伍李正浩 講的那個我老實講 那個就是議員便當會嘛 行之有年 我大概幫8年市長都有這個制度 一年兩次 在總質詢之前 其實那就是應曉威的一個陳情案 所以 這個都一樣 參加的人喔 從這個府會聯絡人到 被 就是議員要求的議案的相關的局處 所長都會出席 都有會議紀錄 像是我一聽就知道 這有什麼什麼叫神秘 有會議紀錄什麼都有的 還發下去執行的 這個就是喔 我看這個就是 老實講喔 台灣不能讓這些名嘴這樣搞 官商看也許很有趣啦 那長期以來我想對這個國家不是好處 所以你剛才在講那什麼神秘會議 那什麼神秘會議 都有會議紀錄什麼都有的 他就應曉威案那什麼神秘女子 議員便當會 然後每年在總質詢之前 願意的議員 我們都會扶回聯絡去問 真正要解決問題 你就把你的問題一條一條寫下來 還有一點喔 總質詢讓你幾問幾答 坦白講沒有準備也回答不好 所以要求說你們有問題的 你們就寫下來 條列是一二三是讓列 然後每個局處就會按照題目 去寫答案 要擬好答案 最後我們再簡單的 就直接跟議員面對面 然後針對你的題目 我們局處的回答是這樣 你同意不同意 那有沒有什麼要改的 這是我們刑事有年的制度 叫做議員便當會 一年兩次 沒有什麼叫死 像這個就是這樣 講穿了大家就曉得 那個 那個在名嘴手中 在嘴中 就講得好像 所以李正浩他是說呢 這一場神秘會議 有一名位高權重的神秘女子 居中牽線 對此議員簡書陪他說 不知道這名神秘女子到底是誰 但是他點名前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是不是人在這場神秘會議 也就是市長跟議員的便當會 那簡書陪再問黃珊珊 為何不阻止柯文哲 做出可能會違法的事情呢 難道在睡覺嗎 是不是有神秘女子 有沒有其他神秘會議 還沒有曝光 我並不曉得 可是呢 我覺得有一個女子啊 她的立場 我必須在這邊呢 這個跟大家來報告 這個女子咧 就是黃珊珊 為什麼我要提黃珊珊前副市長 因為我們都知道 黃珊珊是擔任19年的議員 後來被柯文哲 嚴覽到市府裡面去擔任副市長 金華城申請隆基 希望突破392%的這個隆基 其實是從好隆斌 前市長的時候就開始爭取 後來到柯文哲第一任 在柯文哲第二任的時候 有柯文哲一改往常的態度 給了她840%的隆基 那我要問 有19年歷練的前副市長黃珊珊 在柯文哲要核定給金華城 多20%準用都更的隆獎的時候 黃珊珊你人在哪裡 你知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在柯文哲跟這個議員的兩次便當會 提到金華城要突破隆基的時候 黃珊珊都在場欸 黃珊珊有沒有告訴市長 有沒有告訴柯文哲說 不可以給 不可以讓一個非都更區域的地區 準用都更條例 來取得隆基有沒有 如果沒有 黃珊珊你就失職 而且黃珊珊是一個有經驗 有歷練 對於都市便跟這一些東西 是有經驗的一個副市長 他有沒有告訴柯文哲 不可以這麼做 如果沒有 請問黃珊珊你在幹嘛 你在睡覺嗎 還是你也接受到其他人請託 所以你明明知道市長要做違法的事情 你卻沒有阻擋 你的立場是什麼 結果我們到現在看到黃珊珊只講什麼事情 黃珊珊一直講的是 如果有問題就送法辦啊 就送檢調調查啊 那我要問嘛 你身為一個副市長 如果市長要做的事情是違法違規的 你不用去阻止他嗎 所以李正浩他是17號的時候 在他的臉書上面爆料 他說有一個Day Zero的神秘會議 在2020年的3月10號召開 他說那場會議才是一切的起點 還指出這個會議結束後7天 金華城的陳情信就來了 陳情信收到之後兩天 柯文哲市長的辦公室 就用市民陳情案件的理由 交給都法局來辦理 台北市議員尤書會議就質疑了 柯文哲強調台北市前副市長 黃珊珊跟金華城案沒有關係 但是國會改革立院打成一團的時候 為什麼媒體卻是拍到黃珊珊 在看金華城的案子呢 另外針對的是柯文哲深陷政治現金 假賬的怡雲 前立委蔡壁如點名黃珊珊說 他必須要負責引發外界討論說 民眾黨現在是不是開始在內鬥了 尤書會他也表示說 他不認為目前民眾黨陷入內鬥 而是柯文哲身邊現在有冷公派 還有冷氣派 請問一下金華城的案子柯文哲不是說 跟黃珊珊沒有關係嗎 我們也認為沒有關係 但是為什麼在立法院在審國會改革法案 前方打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連黃國昌都在前方打架的時候 黃珊珊被拍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豪整以暇的不是在看國會改革的法案 不是在看如何跟民進黨唇槍舌劍 黃珊珊也是法律系的也很會講話 他在看金華城的案子 媒體拍到跟我講的 我說這在假的 不是說金華城案子跟他沒關嗎 那他看什麼金華城案子 你有什麼關係 你緊張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很多事情 蛛絲馬跡牽得起來 我不知道李正浩的 Liro Day的神秘會議是什麼 或者是便當會前 柯文哲有沒有開過什麼會前會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裡面的神秘女子是誰 這一場便當會 不是柯文哲的折羞部 或者是擋箭牌 因為我去年跟碧如姐敗過很多場票 所以我了解他的心酸 我覺得他們不是什麼內鬥 他們叫做冷公派跟冷氣派 真的 不管是碧如或晚會 他們是這樣一步一腳運在地方拜 結果沒有人沒有錢沒有資源 可是他們還是一樣很努力的 在幫柯文哲 一張一張票的這樣在那邊爭取 可是黃珊珊結果被發現說 他只要在辦公室吹冷氣 然後錢這樣子大手大腳的花 最後還弄得不乾不淨的 然後就有立委可以做 那現在還好意思讓他當善後 柯文哲說他尊重中平會的獨立運作 可是他又出來說我要給他善後 不可以讓人一次就走 這不是已經是暗示了嗎 他每次都說那這是下面公務員做的 這是都委會的共識決 那這是中平會獨立 然後明明又在那邊說 我跟你說我是老闆 你們怎麼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太小了 我覺得冷宮派跟冷氣派 就是現在柯文哲身邊的兩種人 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